人生白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在日本歌壇中 曾湧現出許多傳奇歌機 她們不僅嗓音條件出色 外形也很出眾 而說起這些曾經在歌壇上享譽一時的女星 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名字 美空雲雀 她自六歲登臺 五十二歲離世 從已四十年歌唱不曾間斷 留下了一千多首歌曲 更是憑藉一己之力開創了日本的民謠時代 有日本鮑伯迪倫之稱的民謠領袖港林信康也以她為師 同時還影響了全世界的音樂人 鄧麗君將她奉為偶像 曾致力於重新演繹她的經典《川流不息》 然而 就是這樣出色的一位國寶級歌手 用自己的歌聲撫慰了無數人的心靈 卻撫慰不了自己的人生 美空雲雀原名家藤和之 1937年出生於橫濱 父母以麥魚為業 母親喜美之 熱愛音樂 空閒時間經常唱著歌哄她睡覺 母親也成為了她最早的音樂啟蒙老師 在她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音樂的種子 1943年6月 她的父親徵兆入伍 思念父親的她唱了九段之母 優美而略帶憂傷的歌聲吸引了眾多路人 從此以後 她就成了許多勞軍活動中的小演員 而母親為了生活 拿出自己的積蓄 組織了清空樂團 讓她在附近市民的活動中心裡表演 年僅8歲的她 終於以美空雲雀的一名登臺現唱 隨後在母親的支持下 她開始頻繁參加歌唱表演和選拔 還曾專門找到作曲家《鼓嚇正男》演唱其作曲《悲傷的口哨》 但她的歌唱生涯並沒有一帆風順 在1946年的歌唱節目上 評審人員還很不欣賞她的嗓音 給了一個不及格 不甘心的她在同年9月在橫濱市的雅典劇場又一次上台唱歌 這次她憑藉獨特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絲 然而在當時還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到了1948年 她才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她在神戶的松竹劇場演出的時候 某幫派的三代牧田港一雄注意到了她 還特地前往松竹劇場致敬 緊接著 她被同行川田晴酒所欣賞 並預言她未來的發展不可限量 1949年3月 12歲的她在東橫濱電影公司推出的《猴子曼狂時代》中出演唱歌少女 這是她第一次走上大銀幕 在得到不少業內人士賞識後 她簽約了哥倫比亞唱片公司 並發行了個人的第一張專輯《悲傷的口哨》 當時的她活潑俏皮 還具有男孩氣 戴著禮帽 穿著燕尾服 像一個縮小版的卓別林 嘲弄著大人的樣子 她成熟的演唱方式 帶有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奔放 讓那個保守年代的人們無法接受 電視臺的音樂節目說 她沒有小孩樣 還批評她穿的裙子顏色太紅 但這阻擋不了她歌聲裡的勃勃生機 她唱《蘋果追分》時 秀眉微頻 模仿著古時候的女招待 妙趣橫生 該曲後來還被無數人翻唱 而她唱《東京KD時》和歌詞融為一體 其中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 左邊的口袋裡揣著夢想 右邊的口袋裡揣著口香糖 美空雲卻彷彿彿化身為一個流落街頭的孩子 雖然吃不飽飯 也沒有明天 卻要硬生生從廢墟中闖出一條路來 天真又無味 不久之後 她的事業步入了正軌 演唱的許多歌曲都創造了銷亮奇蹟 她還曾與江麗智慧美 雪村泉組成樂隊 三個少女的歌聲紅遍了日本 當時粉絲都親切地稱呼他們為三人羊 1958年的時候 田崗一雄成立神戶演藝公司 美空雲卻也加入了該公司 當時她和人氣演員小林旭正在交往 而且立志非她不嫁 還拜託田崗一雄向小林旭傳話 讓小林旭不敢不從 1962年 25歲的她終於出嫁了 隨即隱退 專心降伏轎子 但僅僅兩年後 兩人便分道揚鑣 傳言 她的母親和事業都過分干擾到了家庭生活 而小林的說法則是 她以努力作為一個稱職的妻子而活 然而比起嫁給我 還是嫁給藝術更適合她 值得一提的是 關於這段婚姻還有另一種說法 因為當時她宣布婚後會退出娛樂圈 可唱片公司和電影公司怎麼捨得這部印鈔機 粉絲也不願意偶像離開他們 其母親喜美芝同樣反對女兒退出演藝圈 由於她們的不斷介入 讓兩個人的這段婚姻一直都提心吊膽 小林旭也越來越不滿 她覺得自己的生活是被妻子打擾了 因為她想要一個平凡的女人 而不是一顆耀眼的明星 諷刺的是 美空雲雀與小林旭婚後 並未入籍 按照日本的習慣 她還是未婚 到了1964年 她選擇付出 並發行歌曲《柔》 隨即成為銷量冠軍 此後 她專注於歌唱事業 再也無暇他顧 誰知道這時又傳出一則消息 讓她的事業大受影響 因為她曾經加入過田崗英雄創辦的公司 當時雖然日本承認她所在的幫派 但是畢竟名聲不好聽 於是就有消息稱 她是靠田崗英雄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這讓她的很多粉絲都心存不滿 不過 她對這則消息一直都失口否認 只強調自己是憑實力取勝 並未靠不正當的手段入行 此外 人在倒霉的時候 什麼壞事都會來 1973年 她的弟弟因涉黑而被捕 這件事讓她有口難言 人氣大減之後 她變得極其猶豫 頻頻借酒消愁 覺得自己被社會拋棄了 也逐漸與朋友們減少了聯絡 這種糟糕的情況一直到1980年才終於迎來轉機 這一年 43歲的她參加了紅白歌會 她的歌聲再次打動了人們的心 也讓她回到了過去的輝煌 雲雀曾說 歌是我的命 她也如願唱到了最後 只是在最後時刻來臨之前 她承受了莫大的痛苦 在昭和時代末期 親人相繼離她而去 先是母親 隨後是如父如兄的填崗英雄 接著是好友 江麗 智慧美 再後來是兩個弟弟 這讓她再次大受刺激 又開始大量酗酒 不停地痛哭流涕 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幸運的是歲月無情 她的歌聲反倒更加深情 她在《愛灿灿》中唱道 人生啊就是這樣令人歡喜 愛灿灿的照在我身上 人生啊就是這樣不可思議 未來微笑著等待張望 這看似是歌詞 但更像是她的內心獨白 1987年 她身患慢性肝炎和鼓鼓壞子 已無法長時間站立 但仍然堅持舉辦演唱會 為此準備了簡易的醫療設備 讓醫生在後臺等候 之後在雙腿劇烈的疼痛中 終於完成了39首歌曲的演唱 唱完最後一首歌 人生一路後 她把麥克風放回賣架 神情落寞 彷彿為最後一首歌的結束而感到悔恨 隨後 她一邊緩緩走下舞臺 一邊向聽眾告別 最終在舞臺的盡頭昏倒了下去 被送往醫院急救 從那以後 她身體一日不如一日 她自己也知道生命之火即將熄滅 最終在1989年6月24日 她在自己的公寓裡去世 年僅52歲 去世的時候 沒有一個親人在她身邊 只有寵物狗在一旁陪伴 同一年 日本政府授予了她國民榮譽獎 而且她是第一位獲得這個獎項的日本女性 去年的時候 在紅白歌唱大賽中 主辦方還特意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讓她再度現身舞臺 舉手投足 媲美真人 而時隔多年在線舞臺 AI美空雲雀引發不少粉絲的感慨 連連稱讚其宛若真人 歌聲優美 可惜 日前卻有媒體報導 她膝下的楊子嘉騰和也 因欠下拒債無法償還 而決定將其救居 東京暮黑美空雲雀紀念館出售 這一新聞不禁惹來網友熱議 直斥其已經將近50歲高齡卻還如此不腳踏實地 賣掉王母故居來抵償債務 實在太讓人寒心 畢竟這處居所是一眾粉絲懷念偶像的聖地 如此倉促地被賣 都不知買家會拿來做什麼 而這個楊子的由來 是當年與小林婿離婚後沒有再嫁的她 因為喜歡弟弟所生的兒子嘉騰和也 過而在其7歲那年收養她作為自己的兒子 在嘉騰過季後 和美空雲雀的關係也算不錯 當楊母病逝後 這些年都是她在打理她的遺產 只是經商能力不足的她 卻沒能保住這些產業 首先是雲雀製作公司由於經營不善 處於虧損狀態 其次 投資9200萬港幣位於京都的美空雲雀館也因管理不到位而關閉 再加上將要以9000萬港幣放售的美空雲雀生前居住的大宅 讓網友們紛紛斥責她是敗家子 大家還說 如果嘉騰能早些找專業的公司來接受 可能這些有著美空雲雀生活軌跡的地方都不用被售出 她也可以從中抽出一部分收益作為生活所需 可是她始終不願過回普通人的日子 享受做老闆的她 最終將這些美好回憶全部弄丟了 說一句不孝 可說是毫不為過 只是心疼美空雲雀 在安靜離世後 卻以這種離奇的方式再度登上媒體 實在唏噓 回想起她最後舉辦的那場演唱會 其名字叫做不死鳥 當時她穿了一身鮮紅的裙子 也許有人還記得 她出世提升時 人們曾批評她穿的衣服顏色太紅 名為雲雀 熱愛唱歌 她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穿著一席世所難容的紅衣 她走的時候 也留給了世界浴火重生的景象 私人已是 回憶永恆 相信粉絲會一直記得她的歌聲 永遠懷念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